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介绍我们的嘉宾 他是在谢古湾区在从事保险业界 各种各种的保险还有理财规划的资深理财规划师 赵世文Simon Chiu再度来到我们的现场 Simon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特别的话题 也是跟观众朋友很有关系的哦 就是银行的融资一倍和三倍之比 然后呢得到的收入是终身免税的收入 如何做到都是可能的 绝对可以 一对三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放了十万 银行融资就是三十万 如果我们放了一百万的话 银行就会融资三百万 进去我们的追求理财计划里面 对 所以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 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已经几十年的概念了 只是通常过去这几十年来呢 都提供于非常高资产高收入的人士 才有这个条件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们大众化了 大众化还难看 提供给大家 如果我们的专业人士 你们在看电视旁边的朋友 您的年收入是超过十万的话 就有资格可以参考这个计划了 那很多人都是超过十万吗 对 湾区十万不是一个大数字 对不对 但是如果超于十万income的人数 大部分都会想为自己 多做好几个 这种类融资理财计划 好几个 对 没错 举个例子 就用我自己本人来讲的话 我也为自己安排了两个 这个融资理财 为什么这么好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举个例子 大部分我们买车子的时候 都去贷款 买房子当然也要贷款了 对呀 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20万的话 你可以用20万去付清一个single house 或者用20万去down pay 一个100万的豪宅 你会选哪一个 of course是后者 用20万当作是首款 去买一个100万的豪宅咯 当然了 我们湾区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是这样去运用金钱 this is a no-brainer exactly down pay and then finance the rest 对不对 所以这样原理是这样 然后呢 举个例子 如果这个房子涨了10% growth的话 如果20万房子 10%只是2万 就变成22万 但是100万的豪宅 涨10个percent的话 就变成110万了 所以这个是big big big difference because the amount of money available 尤其现在的利息这么低 对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在评光上看得到呢 就是按照fidelity的study age 67的retiree大部分都会说自己还没save enough for retirement 那平均fidelity建议大家呢save起码10倍的annual salary 如果大家的薪水现在salary是10万块的话 起码退休的那一年有10倍就是100万 所以如果您现在年薪是20万的起码你是有200万 这个是minimum 但是不要忘掉很多我们的人是来讲他们的saving都是在41k里头 还没计算税的部分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利用我们这个融资理财计划可以做成免税收入 免税收入 以后领取这个income回来自己享受的时候 全都属于免税的 免income tax 没错 全都免income tax 那就至少省了30几percent 不止 不止 以后更 那个税率如果上升的话 就是现在的话 没错了 没错 所以我现在这个screen上给大家分享 一对三融资是怎么理财 所以一对三就是您放10万进来 举个例子 我们就会融资 银行融资30万 所以我们是有特殊特殊的银行去安排这件事情的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 no loan document 这个不用credit check no personal guarantee 也no interest payment 这个很特别的融资理财 运用银行的钱 根本不会show up在您的credit report上 That was my question 所以我以后去买房子 这个买了银行融资的 人收保险还不会show 没有影响 太好了 对这个融资理财 没错 所以大家在screen也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有五个piggy bank so五个piggy bank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 做这个contribution的时候 只需要放五年的钱 这个down payment只是五年的钱 放满之后其他就不用管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有这个piggy with the parachute 这个piggy with the parachute 麻烦你帮我翻译一下 降落赛 降落赛 就是这个金钱 leverage融资 但是遗难的钱就从上面降下来 在您的credit 里面继续增值 没错 所以这个图面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exactly 五年的payment 再加上这个parachute的piggy 进去您的credit 那么现在呢 就跟大家分享 很多我们的专业人士都有条件可以做得到 而且最近这几年呢 很多我们的工程师 会计师 律师 医师 我们理财人士 房地产经纪 贷款经纪 专业人士 自雇人士 有很多 甚至有post office的employee federal employee state employee 都参考我们这个 主要因素是为什么 第一 大家就觉得退休不够钱 有什么办法 尽快把它累积出来 而且享受的时候是免税 那我就现在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success story 我们有一位50岁的女士 她是一个silicon valley的 high tech公司VP 年薪50万 她来跟我们谈理财规划的时候呢 已经在他401k max out 超过100万的401k OK 主要 可以做一点事情啦 没错了 他的number one objective goal 是什么呢 就是要做到以后增值 而且领取income的时候 是一定要免税 number one 以后交少一点税 所以我们帮他规划之后呢 大家可以现在也看我们的screen上呢 我们显示出来 按照他50岁的女士呢 我们每年放进去这个piggy bank 每年只放3万5 总共放个5年 他才放17万 大家在screen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piggy with a parachute piggy with a parachute 降下来match他的funding呢 总共10年里面match到45万 所以他放17万 我们match45万 那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呢 大家在screen可以看得到 4个比例 这4个比例呢 第一个就是运用我们银行融资一对三 这个规划 他可以领得到的income呢 是每年5万7的income 不用缴税的 如果65岁领到90岁 总共他可以领到150万 150万的现金到手是不用上税的 还有他百年归老的时候 还有一百七十万的人寿保险提供给他的后人 他的后人就认为这真的是他的这个前人留下来的一个传奇故事 太尊敬他了 每年都去拜拜他 绝对的 这个无论这个也好 自己享受也好 反正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叫融资理财 第二个方案呢 就有一部分的人是自己去投资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效果不一样 他的income才是两万八 从65岁到90岁总共才领到73万 那么当然保险也减少了 因为自己运用没有融资这块大肥猪肉的话 他没有这么多的去赚钱 他的人寿保险只有50万 那如果往右边再看的话呢 就看到如果大家投资mutual fund的效果不一样 还有投资这个401k的效果 根本就比不上我们第一个选择 那我也会去选融资 那么观众朋友 如果是您的话 既然Simon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方法 行来由已久 并不是一个新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做呢 我们趁着现在shelter in place 好好想想 拿起电话 致电888-746-6688 现在就打 那么Simon就会给您预约 让您好好的了解 我们就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吧 谢谢你Simon 谢谢您 好谢谢 朋友们周末愉快 下次再见拜拜